成都市拼赛再爆冷门 国拼劲敌溃败 马龙有望迎来酒精 十冠球迷沸腾了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大产聊体育 本期视频大产和大家聊聊 我们国拼正在参加的成都市拼赛团体赛 那么我们知道在前期呢 成都市拼赛的一些对手呢 并不是特别强 所以说国拼呢几乎没有任何压力 那么就在国拼 在按照自己赛前的一个步骤 进行比赛的时候呢 可以说迎来了一个重大好消息 那么随着这个重大好消息出现呢 让国拼迎来了我们第十冠的概率 增大的一个法码 同时老将马龙呢 也将迎来自己职业生涯的 第九个团体赛的金牌 可以说这个好消息呢 大家都是非常想知道 那么如果大家想知道的话 可以在视频下方 可以打成自己点赞 或者关注一下 那么话不多说 咱们赢归争转 咱们聊聊这个好消息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老对手 日本乒乓球男队的主力选手 咱们赞和 他在这个预测当中呢 是输球了 虽然最后 日本乒乓球呢 是3比2战胜了这个对手 但是咱们赞和在接中是输球 可见他的状态并不是特别好 我们知道在最近几年呢 咱们赞和一直是国拼的 一个头号禁忌 那么他也是在大赛之前呢 也是叫嚣国拼 要给国拼来下马威 但是呢梅子呢都是被国拼给灭了 所以说 张本质和的一个状态不加 也是给了中国乒乓球 夺冠增加了更大的砝码 同时对于老将马龙来讲的话 我们他这些生涯参加过 八次团体赛 那么本次如果能够夺冠的话 就是第九块金牌 同时也是国拼团体整个 拿下第十块金牌 可以说有非常大的意义 特别是我们国拼南队 现在的话只有凡振东 一个核心主力在扛着 不管是马龙啊 还是林高远啊 还是梁静坤啊 他们都是让人不稳定 那么随着 随着这个战盟 这核的状态 持续低迷 可以说也让国拼南队 松了一口气 我们也是希望 他们能够在比赛当中呢 不要 因为对手的情况的变化 而改变自己心理的状态 我们希望他们一直保持一个积极向上的心态 那么永远去拼对手这样的心态 这样的话 我们才能够为最后多的冠军呢 打下一个坚实基础 我们也是期待了他们的一个好消息的到来 好了 本期的大车聊题 我们聊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